祭造节 每年农历的腊月二十三日,是中国的传统节日,祭造节。 在这天,家家户户都会祭拜造王爷,并开始为春节做准备, 扫扫灰尘,贴贴春帘,剪剪窗花等,还有甜甜的造堂吃呢。 有关造王爷的来历,民间流传着一个有趣的小故事。 据说古代有一对姓张的兄弟,哥哥是泥水匠,弟弟是个画师。 哥哥的拿手活是盘锅台,他盘的锅台既好看又耐用, 邻里街坊们都夸他手艺高,每到这时,他总是摸摸头,笑着说, 大家喜欢就好。 时间久了,方圆千里的人们一提起他,都会竖起大拇指, 人们尊称他张造王。 这个张造王啊,是个热心人,到谁家干活的时候, 只要遇到人家闹纠纷,他就要站出来论论理,劝个合。 因为他处事公道,所以渐渐地左邻右舍, 谁家有了难以解决的事,都要找他来主持公道。 张造王整整活了七十岁,去世的时候正好是农历腊育二十三的晚上。 张造王刚去世,张家就乱套了,画师弟弟只会读书画画,从没管过家里的事。 张造王的两房儿媳妇和画师的两房儿媳妇吵着闹着要分家, 画师无可奈何,整日愁眉苦脸的。 有一天,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好点子, 就在腊月二十三,张造王去世一周年的忌日, 他提前在造壁上贴了一幅张造王夫妻俩的画像。 等到深夜,他突然呼叫着跑出屋子。 大哥显灵了,大哥显灵了。 他将全家老小都叫醒,带到了厨房里, 只见黑漆漆的造壁上摇动着的烛光映照着张造王和妻子的荣抱。 全家人都惊呆了,画师表情严肃地说。 玉帝封大哥和大嫂,为造王爷爷和造王奶奶。 你们平日里不敬不孝,闹得家庭不和。 造王爷很伤心,也很生气。 他准备离告玉帝,年三十晚上下届来惩罚你们。 儿女们听了都吓坏了,立即跪地磕头求饶。 我们错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他们赶忙拿来张造王平日爱吃的甜食供在造上。 造王爷,饶了我们吧,我们以后一定会好好相处的。 从此以后,经常吵闹的叔伯兄弟和媳妇们再也不敢撒坡了。 全家人又过上了和睦安宁的幸福日子。 这事儿给街坊邻居们知道后,一传十,十传百,都跑来张家大厅。 这造王爷的事儿是真还是假呀? 画师弟弟想了想,觉得有一个造王爷对百姓们也不是什么坏事儿。 于是就画了很多造王爷的像,分给了大家。 从此,家家户户的造房都贴上了张造王的像, 并在腊月二十三,张造王即日这天,举行隆重的祭拜活动。 但人们还是担心造王爷上天后,会向玉帝报告家里不好的事情。 于是,他们又供上松软粘牙的麻糖, 希望造王爷只顾着吃,顾不上跟玉帝汇报。 久而久之,这种做法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祭造节。